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相信很多人都是非常喜爱刺客567这部动漫的 虽然上映时间不长,但是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可以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了 而熟悉这部作品的小伙伴都知道 其中有很多神秘的角色 例如主角阿七和那位白衣女子 但今天主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阿七究竟是不是梅花大侠的儿子呢 在第一季的番外片中知道 梅花大侠武功高强 一直都想要有一个儿子来传承自己的武艺 但是梅花大侠有13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 但是有一天她却突然带回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 甚至还说是她的儿子 气得梅花13的母亲带着梅花13离开家了 而虽然剧中从没说过这个男孩的身份 但是从梅花13和姐姐梅花11的交谈中 我们知道梅花大侠的这个儿子应该是在小鸡岛上 因为梅花11说自己要刺杀梅花大侠的儿子 所以才来到小鸡岛的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现在大家终于知道一切的真相了 这个并不是阿七 否则梅花大侠不可能一直无动于衷 因为他们刺杀阿七都是为了悬赏金罢了 而梅花大侠的儿子很可能是在小鸡岛 弱智小学在读的学生 也就是阿婆的孙子 而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MING PAO CANADA END